朋友们好,我是小蜜蜂澄澄 今天抽个空啊,去把我们家那个种的苞米嘛 把那个苞米该拔苗了,去拔一下苗 然后这雨色呢,要不然爱林呢 到了拔苗季节,下雨也去 老农民就这儿活,拔苗好逃 今天就这儿爱梅 刚才听不听我爸那一口山东口音的话 说农民,不说农民,说老农民 老农民 干啥再说 走,桑桑拔苗去 我看行,桑苗溜潮 桑苗溜潮 对 啥到了,你买的什么 不是那天买那个电磁的 这也是我三叔给我买的一个刷车 那个机器,说电磁不够用 又买了一块电磁 走,桑桑给我耗苗去 耗苗耗苗,拔苗去 朋友们看我们家这儿 我们家这儿就是走出来就是山,走出来就是山 没有那种大片大片的那种平地 就像人家产粮区那种平地 没有 我们就是这样小山坡里开一块地 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 没有那种大片的产粮区 我们家就是以前那时候 种地都是走这个山 走老远翻过去好几个山 那个得走两个小时吧 才种那个地 也不打粮食以前好吗 以前不行,那地也不好 你看这边是谁家种的地固 陈宇家 陈宇家种地固 我爸也给我种了粮笼这个地固 像这种在这个山上没有那个没有大棚的 现在才开放 蜂蜜挺高的 咱不也单棵吗 有双棵的不是 这蜂蜜苗长不错 就是少点 地少 给朋友看看人家这一片蜂蜜地 这一大片你看 妈,这一片地能有多少 能有一亩来地吧 就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 在我们这个山区 尤其是在我们家这个地方 我们家这就是真正的山沟里头 就是两面都是山 这个部落在这个山澳里面 小的时候我们这没有什么别的经济来源的时候 谁家也都是靠种地 都是上哪个山坡去开一块小地 上哪个山坡去开一块小地 在我们村里就流传一句话 就是种地不养家 真的是不养家 就是自己家种这个粮食 自己家人吃的话 有的时候好像都不够 吃不饱 以前都靠吃返萧粮呢 返萧粮是啥意思 就是国家给补助 国家补助 对,我刚来那时候吃那返萧粮 泡的那大爆米粒那么老大 就是把爆米粒泡大了再吃 不是泡大了再吃 它就是返萧粮那时候储存的不好 都搁那个粮库就泡的不好 泡大了 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就过年的时候 平常没有什么水果呀 还有什么零食 那个都不懂 长多老大了 都不知道吃零食 是什么零食吃什么 就是只知道快过年的时候 就用粮食一袋一袋的 去换那种就小苹果 我们这边叫小果光 就是那种苹果的那种品种 就缺情缺情那小苹果 就换一袋小苹果 还换点啥呢 换方便面 换一箱方便面 以前那种华蜂方便面 换一箱方便面 换一箱小苹果 三千一面 对 然后就算过年 就等到过年了 那还是咱种外掉种子之后 才能换的 以前根本就换不着 以前种那个十亩的一大车 就拉回来了 对对对 因为那个地狮在那个山坡里头 还弄不上粪 那个时候还没有化肥 对对对 就是靠它自然生长 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 但是也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没什么 因为从小没接触过什么 好吃的 好玩的 他也不想 也想不着 反正这一天吃饱了 就傻乐呵 也挺好玩的 那个时候都那样 都是家家的 都没有什么 妈就算了笼钩 有双克就拔就是了 也没有几根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 我和我姐两个上山八苗 对化肥啥的 哎呀 愁的呀 愁毁了 就感觉那地怎么那么大 干活也干不完 现在上来一看 这点地 感觉自己都不够 就一边唠嗑 一边玩都干完了 那小的那时候就有化肥了 那咱家地多呀 好几十亩 嗯 那还干起来 得干多少热都干不完 哎呀 愁的呀 小的时候 就一心惦记着玩 一心的 每次放六亿的时候 人家就感觉 人家都放假的时候 我们就上山八苗 追化肥 挑这个小的 留大的 先放假 好了 好了 完事了 我给大家伙看看我妈给我打下的江山 这就是我妈我爸给我打下的江山 朋友们 看看我的脚下 不要望远了 往近看 方圆一亩地 就这些